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刘备称帝的诏书 文告跟表彰是刘巴写的 各位去看 它那个文字啊 它那个整个的文字那种写法啊 其实比诸葛亮高明 我们从文字上面的对照 各位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重点 这两个重点是什么 第一个 诸葛亮的文字啊 比较素朴 没有非常的绚丽 好 诸葛亮固然他有他的文采 但是他的非常的素朴 各位要知道 刘备称帝的文章真的不好写 当时 当时汉建帝又在 他又要跟曹魏别苗头 而刘巴是心向曹操的人 各位可以想见一个人在那种情况之下 要写这种文章是何其困难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回过头来说 他写刘备称帝的文章 他要去说服很多很多的人 虽然他反对刘备称帝 但是刘备还是下令 招书表彰 通通是你来写 自立为帝的整个过程 各位去看看 可以把刘备称帝后的第一道文章 好 就是告诉上昌 我为什么我要称帝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刘备的文采绝对比诸葛亮来得好 那这一期我们就讲刘备称帝后的刘八 其实刘备称帝后的刘八 它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刘八到底有没有参与东征 那第二个就是说刘备称帝后不久 进行所谓的东征 刘八到底有没有随行 就是刘备的东征之策他有没有参与 刘备的东征行动他有没有随行 然后第三个就是刘备白帝脱孤之前刘八死掉 如果刘八不死的话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期就讲刘八跟刘备的称帝 那我们先来看蜀汉首任上书令 其实蜀汉的第一位上书令就是法政 可是那个是刘备称汉宗王的时候 而不是刘备称帝的时候 刘备称帝的第一任上书令 刘备就找法政就是法政已经死了 他就找刘八担任 那显然这对军臣之间是经过了两三年的磨合 刘八也逐渐了解了刘备的意思 虽然他还是反对刘备称帝 因为他跟费斯两个人通通都反对刘备称帝 所以一个被贬为永昌从事 一个还是担任上书令 显然从贬官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得出来刘备却离不开刘八 因为毕竟招书还有其他一些事物上的处理 刘备还是要养中刘八 所以他们这一对军臣的恩怨纠葛 一直到刘八死了才告一段落 那蜀汉的首任上书令 各位知道蜀汉首任上书令 虽然是法阵 法阵是刘备入属最重要的博士 刘备也不否认这点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至少法阵死了 刘备称帝 称帝完就任命刘八担任上书令 各位知道上书令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东汉时代不设成像设三公 但是刘备称帝于八祖 他还是有三公 为什么他还是有三公 就是包含许敬为师徒 诸葛亮为成像 从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备他变革了东汉制度 但是他还是循着东汉制度走 一方面又有三公 一方面又有成像 一方面又有上书令 那从这三个角度你来看 看出一件事情 他这个政权就是拼凑政权 能够像刘八有这样文采的人 十不多见 这也就是刘八为什么建重于刘备的地方 那第二个我们来看 好 招书制作人 刘备称帝以后 他几乎所有的招书 很多人认为是诸葛亮写的 事实上那根本不是诸葛亮写的 那全部都是刘八写的 诸葛亮那个时候 他是丞相府 那所谓丞相府 诸葛亮也是开国丞相里面 唯一不开府的 那所谓不开府呢 是所有的人士都要通过刘备 那所有的人士要通过刘备的话 那各位可以想象 所有的表彰奏章 全部都要透过上书令 转给皇帝 而不是透过诸葛亮 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刘八的政治地位 虽然位卑 但是权重 而诸葛亮 却是位重 而权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诸葛亮 他为什么自始至终 都在维护刘八 如果他不维护刘八 或者他跟刘八翻脸的话 那刘八固然无法接上书令 但是诸葛亮也未必接得了成像 我们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蜀汉政局的复杂 是在于他的拼凑 任何一个拼凑政权 他的政局都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为什么 他要五湖四海的去包纳各种不同的人才 进入到你的内阁里面 或者进入到你的帝国行政系统 不像一般 内阁总理他有权力去选择自己的大臣 或者是总统他有权力去选择自己的国务卿 国防部长等 经过国会认命后 通过后认命 但是对于总统私人领导班子 所谓私人领导班子 就是国安会等等这些 可以不用经过国会的听证 一般来讲 一个是行政机构 一般来讲 一个是私人机构 但是各位仔细去看 诸葛亮他是代表的行政机构 刘巴代表的是私人机构 他纵然反对刘备称帝 但是刘备没有把他逐出权力中枢 这说明了两件事情 刘备必须以众刘巴 那第二个就是刘备认为 至少刘巴 刘巴他是蜀汉内部 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人才 所以才让他接法证 不然的话 他可以安排一个刘巴 做一个御史大夫 或者其他方面的职务 他为什么要变成 刘备身旁的上书令 从这一点 我们可以说 就政务系统方面的推动 或者就决策的实施 从政经验 是刘巴比诸葛亮还要丰富 否则这个位置 上书令这个位置真的不好做 比丞相的位置难做多了 那各位去看 你刘八传 他有一句话 就是说 刘八做了很多事情 都没有告诉外面的人 当刘备一死的时候 因为刘八死在刘备前面 当刘八一死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做过哪些事情 当然这也是怪 蜀汉 两件事情 第一个不知史官 就是从来没有设立史官 官言济世 好 就是济住之官没有 那其他的官有 因为那个时候的史官 包含天文异象等等 但是济住之官没有 所谓济住之官 各位经常看清宫剧 就看到了一个人 他拿一支毛笔 在书本 在本子上面 写皇帝今天讲 讲的一些话 如何如何 他的指示怎么样 那个叫取居住 蜀汉是没有记住之官 这个是诸葛亮刻意不设 但是他还有其他史官 天文星象等等那些 好 他有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 他是诏书制作人 各位去看 刘备的很多诏书 其实是出自于刘八这首 一个皇帝的招书 他出自于一个清静人士之首 这个是我们可以想象 但是皇帝的招书 却出自于一个曾经反对你 称帝人之首的话 这个就是除了讲刘备杜亮大以外 我们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 还有一个就是刘八的个性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八十八岁 可以担任主部 那郡守府的主部 然后 刘表曾经推荐他为冒财 所谓 郡举笑脸 周举秀才 那刘表曾经一度 对刘八是非常不谅解 想要杀他的 为什么想要杀他 因为各位要那个知道 孙坚杀南洋太守张芝的时候 刘八这个家族 是配合谁 是配合孙坚的 换句话说 他是属于一个地方豪强型的 也是地方豪族 也是地方士族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 本来刘表是要对付他们刘家 可是最后他改变主意 他改变主意 然后要举他为秀才的时候 刘八不同意 然后十八岁 他在郡太守府担任主部 十八岁的时候 可以知道他成名 是比诸葛亮要早 诸葛亮成名应该到二十七岁 他二十六岁见刘备 他应该是二十七岁成名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刘八这个人 他的姬名 还有他能够趋吉避凶 那更重要的 他可以不随荆州豪杰 心向刘备 而且心向曹操 然后最后还帮曹操说服士郡 他还真做到了 然后再到郊子 郊州 郊州完了 他又跟世界处得不好 世界处得不好 他又跑到益州去 益州他又受到重用 那换句话说 刘八如果不是一个 一个博有名声的政治人物的话 我想这一些所谓地方土豪啊 就是所谓的土豪 无论是世界 无论是刘表 无论是刘章 应该都不会重用他 重用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有才能 就是因为他有才能 刘备也重用他 还有当然加上诸葛亮的因素 那诸葛亮的因素 他主要是希望 希望能够跟刘八分权 分权分开的分 那至少刘八在这个地方 没有为难过诸葛亮 所以当刘八一死 诸葛亮他也非常的感慨 但是话就说了回来 如果刘八不死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 如果刘八不死 各位可以想象一下 李延会不会成为 会不会成为 东周的领航人物 东周集团的领航人物 我看未必 只不过法正一死 刘八一死 我只能说 蜀汉内部牵制 诸葛亮的力量的人 也不复存在 这是诸葛亮幸运的地方 否则新一轮的战争 又会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考虽во 刘八一死 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